吴欣宇 今天呢 长音讲座呢 我们讲一个呢 有关这个大鞋变化 这个以后的定型 大鞋定式 可以说是围棋变化中 最复杂的一个定式 最复杂的一个定式 黑棋 这个一大肥皂 我们俗称大鞋 然后呢 白棋如果你要正面硬站 就得靠出去 然后 黑棋站 白棋站 这个可以说是大鞋的基本形状 基本形状 然后黑棋 打 接下来呢 白棋有扳了跳 有爬 有力 种种下法 相对应而言呢 黑棋呢 也有 每一个 每一步啊 都有 都有这个 都可以变化 这个变化呢 是非常的复杂 当然要讲这个 打鞋变化 我们可能唠叨一天 也唠叨不完 那么呢 不管怎么说 不管我们 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说 黑棋 大鞋 这个呢 可以说是黑棋 主动 就是说的 来的 就是白棋呢 你要这靠上去呢 是属于那被动性质的 被动性质 所以这个复杂的变化呢 所以说 有 但是呢 在现在的这个高手对局中 几乎是 就是说呢 没有了 就是 几乎是见不着了 那么黑棋大鞋的时候 白棋都怎么下的呢 白棋都是肩底 现在的下方 全都是肩底 解鸣 不与你正面作战 毕竟你是有备而来 我这个是 万一这个跟你 正面应战 万一中刀了 那就大亏 即使做对了呢 也不便宜 所以呢 现在的棋手都是肩一个 那么 黑棋搬 黑棋如果立 那么就变成另外一个定时 等于黑棋加白棋肩 再压着 黑棋呢 都是斑 然后呢 嗯 白棋虎 黑棋退 黑棋退 白棋爬 黑棋长 白棋这里呢 需要多爬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多爬呢 以后这个地方 被冲断以后 这个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可以先断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先爬 多爬一下呢 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呢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呢 它就拖 这个地方呢 由于打之势坚持 以后它会产生这个 它就打掉吧 产生一个呢 这个点的手段 产生一个这个点的手段 这个呢 白棋就是说 很难受 不太行 你张上的它就一断 等于呢 这个拖的时候 如果不能走的话 只能缩回来的话呢 那就太委屈了 所以 白棋 就是说 要多爬一下 黑棋长 然后呢 白棋再跳出来 白棋再跳出来 就当黑棋走大鞋的时候 现在的对局 95%以上 都是白棋呢 采取这样的硬法 这样的硬法 在高手队局中 非常的常见 那非常的能见 也可以说呢 是这个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常说 这个大鞋 是一个 围棋定式中 最复杂的定式 那么现在的高手呢 已经把它变成 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已经把它变成 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就是你一大鞋 我就肩顶地 虎过来 爬两下跳出来 由一个最复杂的定式 把它演化成 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可以说是 非常 就是说 有意思 一件事情 有意思 那么 把它变成 一个简单化了以后 那么这个呢 可以就是说 一个固定的棋形 一个固定的棋形 所以要出现 这个大鞋 这个形状 几乎是要出现 那么出现了一个 这个 常见的棋形以后 那么对于以后的 这个呢 研究 我们就应该呢 有所了解 有所了解 因为都这么下 是吧 这个就变成一个流行的 或者是长行 对于以后怎么办 我们呢 应该呢 有所了解 那么 接下来 在以前的这个定式中 在这个刚 刚出现这个变化的时候 黑棋拖一个 白棋呢 搬一个 这个呢 看作一个呢 是必然的下法 也就是把这两步棋的交换 当作一个这个定式中的手术 定式中的手术 然后呢 黑棋呢 不走了 拖鞋 他头 在别的地方兴起了 那么这两步拖 拖了和搬了以后呢 这个两个交换 是呢 黑棋呢 已经被黑棋这个便宜了 还没黑棋便宜 那么为什么被黑棋便宜了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不交换 如果不交换 那么呢 这个不走以后呢 白棋呢 可以挖 这个挖是个要点 黑棋打吃 白棋张上 黑棋张上 如果啊 如果这个黑棋 要把外四走后 那么呢 站在上面 那我接下来白棋 有这个段的 有这个段的 这个 这个以后呢 白棋还有断吃这一指的手段 可以说呢 白棋通过这一步棋 在木树上呢 收获非常大 收获非常大 那么如果你黑棋 站在底下 不让你吃 不让这个白棋得木 但是呢 这个外面呢 马上就变得呢 不是那么厚 这里有打吃 这里有打吃 白棋以后可以打吃 藏出来 与这个黑棋作战 是吧 你要走一个 白棋在跳出来 黑棋呢 不但 这个中央的势力呢 没了 中央的势力没了 这个这块棋 也被白棋啊 这个纠缠进来了 也被白棋这个纠缠进来了 这个有些这个不太这个 舒服 也不太舒服 所以呢 被白棋挖张一下 黑棋一般的还是得 粘在上面 那么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呢 这个情况呢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那么你当你再挖张的时候 再挖张的时候 这个黑棋呢 这两个子就明显 就会便宜 它就会直接就给接上 直接就给接上 你如果退让 这个现在你外面打的都没有用 因为呢 这个地方黑棋随时一打 这个白棋受不了 如果说退让 虎一个 那么呢 黑棋呢 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这个张上 那么即使呢 再张上这个 这个先手便宜已经非常大了 本来我爬你是要拐的 或者我托你也是要冲的 那么 这个等于是被黑棋啊 这两手这个木树啊 便宜非常大 它以后即使张上以后呢 也可以 或者呢 黑棋也有可能站在这 当你转的时候 它就算打下来 多了一个斑 多了一个斑 它这个多死一个子以后 多了一个斑 这个木树便宜也非常大 这个这个便宜也非常大 这个便宜是很大的 这个先可以先手搬了以后 还可以打一下 是吧 这个木树便宜非常大 以这样相比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不但 什么都走不到 而且还有可能 以后要被白棋搬张 这个地方 这个木树啊 黑棋便宜也很大 等于说这几个交换了以后呢 木树便宜也很大 黑棋呢 张在外面也可以 而且根据情况呢 它还有可能从二路打 这个地方它可以活 可以活 如果这里有什么直接硬的话 它直接就爬过去了 等等 所以黑棋呢 它总是呢 便宜的 那么脱罩一下呢 总是便宜的 那么如果白棋啊 从这里吃 你看你这个子好像送死了 那么黑棋即使张上 也没有关系 也是黑棋呢 这个便宜的 首先第一 本身你这个尖顶和这个张交换 就是个恶手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大恶手 搬这个黑棋啊 外面走得很强了 即使这样呢 那么我这个挤一个也不亏 也不亏啊 我有了这两个交换 我以后就可以立下来了 这个有可能反而便宜了 还是便宜了 我立下来以后 你只能挡这个 你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我一断吃了 那么我再拐回来 这个木树一样的 收获很大 没有这两个 说不定我还只能搬这个 你挡我吃这个的时候 你就粘上 或者你不要这个 这个也不见得吃亏 这个它也不见得吃亏 但是呢 你这个肩顶和这个交换呢 肯定是吃亏的 肯定是 所以说呢 不管如何 这黑棋这个只要拖早一下 那么呢 这个棋啊 就是说呢 与白棋这个般的交换 黑棋呢 总是便宜的 即使以后我该黑棋下收光 我就打吃了利益 我就打吃了利益 这个黑棋 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是吧 本身我什么都不走 以后该黑棋下 说不定我也是这个 打吃了就虎一个利益 本身也就是这么下 那么就是说呢 拖一下交换呢 是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既然 这个黑棋拖一下交换一下 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呢 作为白棋来讲 它肯定就有想法 我总不能随说便便 就这么被你拖招一下便宜了 是吧 那么我白棋有没有反击的方法呢 或者我有没有什么争分相对的手段呢 那么呢 这个高手们 这个职业棋手们 肯定呢 就会想些招法 想些招法 那么最早呢 在黑棋拖的时候 首先呢 棋手手 你想便宜我一下 我呢 我就不让你便宜 它就干脆拖鞋 我就走别的大厂去 比如说外面抢个大厂 或者是在这里分个头等等 让你这个变成一个后手 当然了 白棋是可以不走 不走 但是接下来呢 黑棋呢 也有这个 比较好的 这个接下来的后续手段 我们呢 来看一看 接下来黑棋 如果说你急着打吃 这个有点酥 这个不好 急着打吃 搬一个 虽然这个也是先手 但是呢 这个效果 还不是最佳 白棋贴起来也行 粘上也行 就粘上也可以 因为这个也冲断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呢 有这个定型的 有这个定型的好手 那么就是黑棋先冲 黑棋先冲 我们这个需要学习一下 这个定型的好手法 然后断 先送你这一个子 送你这个子 这个当然得吃了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黑棋打吃 白棋沾 黑棋呢 再断打 有了这几个交换以后 就黑棋上面 多了一打 多了一次 多了一次 黑棋再断打 然后呢 再吃 这个 吃完以后 再斑张 这个这样次序比较好 与直接斑张相比呢 这里呢 要多压一下 白白便宜一下 再沾上 来 起打 那么呢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形成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呢 黑棋等于一手棋没花 一手棋没花 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在这里 先手打吃了斑张 这个脚上的木树 数得非常多 而这里呢 虽然有点损失 但是呢 黑棋依然走着了 这个打吃 就是说 压的这一下便宜 对以后 这个上面呢 总是有好处 有帮助 可以说呢 黑棋这一串先手便宜 还是获利呢 非常的大 获利非常的大 白棋 尽管能拖先 但是被黑棋 这一连串的 这个好的定型的手段呢 以后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白棋啊 还是呢 吃亏太大 还是吃亏太大 这个白棋脱先的手法呢 还是不是很好 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说 我不让你这边便宜 那我当你打吃的时候呢 我白棋直接提 直接提 虽然这边 这个黑棋的先手没了 但是呢 你这个上面 被人家揍一下 这个也非常难过 这个只有张闪 这个只有张闪 以后黑棋 即是要是退 这个头完全被压到一路二路去了 这个呢 更加难受 我们认为 这个外面说不定 比这个脚的便宜 更加的大 这个白棋呢 也无法接受 而你要打这个截 这个截 本身来说 这个黑 白棋太重了 不管这个被提的 这个被提的 都无法忍受 都无法忍受 这个截呢 白棋自身呢 有一些重 不能呢 这个与黑棋这个打截 所以呢 这个 棋 在黑棋拖的时候 这个白棋 拖先 反击呢 不太好 不太好 那么呢 既然脱先 反击不太好呢 那么只能在局部呢 进行这个反击 挖 是一种 这个反击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棋呢 不是很好 黑棋呢 就简单的 跟着应对 打车 白棋沾上 只要黑棋 不去贪图这个脚 贪图这个脚 紧去连这个 被人家冲出来 只要不贪图这个脚 就行 黑棋就老老实实 跌在外面 所以有了这些交换以后 黑棋外面变得 非常的厚实 白棋虽然能打吃 那么黑棋就接上 你不走呢 黑棋一立 这个脚就没了 跌 虽然白棋 能够提掉这一个子 但是呢 白棋首先是厚手 而且黑棋通过 弃掉这一子呢 把外面走得 这个非常的厚 随便以后 在外面怎么开拆一个以后 这里的这个模样 会变得 这个非常的大 会变得非常大 这个反击手段 得了小力 是的大局 这个白棋呢 是明显的 这个不成功 明显的不成功 那么 这个也不行 剩下的 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也能看出来了 也是呢 这个局部 白棋呢 当黑棋拖的时候 最好的下方 那么就是 从这里挖出来 黑棋打车 白棋钻上 黑棋钻 黑棋钻的时候呢 这个 白棋呢 打车 这个打车一下呢 很重要 如果 你单力 那么被黑棋 沾上 这个黑的 外面的这个形状 就会变得呢 这个 比较完整 就会变得比较完整 这个也没有断点 而这两下呢 黑棋呢 虽然 花了一手棋 但是它目数呢 还是所得非常的多 同时呢 也逼迫你走了两个鼠手 帮我外面走 加厚了 这个白棋啊 不能满意 不能满意 这个虽然白棋获得了一个先手 但是呢 不能满意 所以呢 这时候呢 白棋先吃一下 沾上了 然后 白棋再立 有了这两 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呢 这个黑棋外面的 这个味道就不是那么好 如果你叫吃 就算能真实这个指 那么呢 以后呢 由于有这个断吃 这个呢 利的手段 这个黑棋啊 不是很好啊 如果这里有个指 以后接应啊 爬一个 这也可以 也就是说这一代呢 都有点先手 本身断吃力 这个黑棋就非常头疼 那么黑棋呢 嗯 张在底下也不行 就是白棋呢 一藏出来 以后有个藏的时候 黑棋呢 本身呢 也就是说退一个 退一个 那么这样呢 白棋呢 通过这个挖章以后 获得了一个先手啊 黑棋虽然得了点木 但是这个指 以及这个形状呢 白棋以后呢 还是有一些利用啊 比如说白棋在拖鞋 以后在这一代啊 有个指 或者是有指拆过来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非常舒服的啊 这个飞点的先手 飞点的先手 这个是白棋以后呢 能获得的这个余力啊 获得的这个余力啊 获得的这个余力 同时这边这个纸呢 以后这个贴出来啊 贴起来以后呢 这个纸还还是有这个啊 这个尖出来 活动的这个余地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纸 还是有一些活力 并没有呢 这个完全呢 被这个黑棋呢 这个 走 被这个黑棋吃掉 被这个黑棋这个吃掉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果啊 定型呢 这个纸啊 就是可以说是 应对这个黑棋拖的时候啊 白棋呢 最有力的下方 结果到这个黑棋长以后呢 是双方一个正常的变化 双方一个正常的变化 那么这个 这时候呢 白棋呢 就已经获得了先手 可以在外面呢 行棋了啊 行棋了 这样比直接啊 比直接拖鞋 那被人家这个黑棋 都定型走掉以后呢 那白棋这个本身 木树也好得多 而且给黑棋留下的余味呢 也多得多 那么呢 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呢 这个白棋啊 还是呢 就是说是 非常 白棋不错的 白棋不错的 通过这个地方 挖章 舍弃一点点木树 留下点余味 从而呢 抢到一个先手 这个结果 白棋还是不错的 那么 在这过程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强调 白棋要打吃这一下 是吧 不打吃一下 被黑棋一手 揭干净 白棋呢 什么余味都没有 但是你打吃的时候 黑棋有没有 这个 反击呢 黑棋很想反击 打吃 如果沾上 那肯定不行 这个被打一下 这个是 没法看 这个没法看 那么白棋呢 势必就要提 你提那我黑棋再一长 这个黑棋打得长 这个木树捞得也很舒服啊 那么你沾上的话呢 我再退一个 这个黑棋 这个转身 转向了彻底捞木 你这个形状呢 把你打成一个鱼形 把你打成一个鱼形 这样的结果呢 本身呢 就是就局部而言 我们认为呢 白棋呢 也还是可以接受 也还是可以接受 黑棋你虽然捞了不少木 但是你当初的这个外围的后事 被我提出来以后呢 本身就已经变得姑且 本身就已经变得姑且 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本身认为呢 我们这个白棋呢 也不错 也可以接受 但是另外一点呢 我们认为白棋呢 还有这个就是说 嗯 更加好的下方 更加强烈的下方 就是打吃 反击 继续反击 继续反击 嗯 黑棋如果你沾上 那那我直接沾上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这一打吃 被白棋打吃着了 就跟这个打吃一样 有时候这个 被人家打 打着一下 这个棋就是说呢 区别就很大了 区别就很大 如果被打着一下以后 白棋在张上呢 这个黑棋 比这个图的结果就要差很多 不管你以后在这里怎么新棋啊 你爬一个 肯定不行 啊 你在底下爬或者跳或者飞 这个 跟长相比呢 就差了很多 那么顶多呢 也只有断 啊 这位白棋来说呢 他一 可以呢 呃 跳出来跟你作战 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你尝出来呢 他在继续作战 啊 这个是 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呢 白棋简单一点的 就打吃 压 这个稍微 虽然算是压五路 但是呢 本身 他这个外味 味道 就是压两个以后 对这边影响很大 啊 这几个子都快无疾而终了 其实以后呢 他这边找个机会拆过来呢 这个子啊 还有尖等等的手段 啊 没有你这个一下子呢 退呢 吃的那么 走的那么舒服 那么干净 所以说呢 白棋还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总是便宜 那么打的时候 黑棋呢 也只能是 吃啊 黑棋表面上是有这个吃的手段 但是 这一打 这一吃 让白棋在这个外围 连拔两朵画 这个黑棋这个损失 本身是已经 非常非常大了啊 黑棋一道 一道厚实 这突然之间被白棋连拔两朵画 这个就是说 已经是 很难这个 接受啊 很难这个接受 虽然接下来我有冲 啊 断的时候 啊 断的时候 嗯 这个棋不能断外面 对吧 断外面呢 白棋就吃掉 你这个外面 先送一个白棋 就算了 那么这边 没有拔朵花啊 这个 这里也拔花 这到处都拔花 这个黑棋虽然吃通了 但是呢 白棋这边也很转 也很厚 也很这个是 转光了 那么这里呢 也提了一朵画啊 也很舒服了 这个黑棋 不行啊 也不行 那么断里面 如果你沾上 这样可能黑棋呢 还过得去 毕竟来说 你这个地方 拔花和沾上 这个区别是太大了 即使你虎啊 也差很多 但在这时候呢 白棋 他不能打吃啊 那么黑棋打吃 这个本身 就是真正有力 这个真实 这里面 死在里面了 但即使这样呢 白棋呢 依然呢 还是有好处 那么白棋就是说 先贴 我什么都不理 贴 如果你啊 去 我又吃一个 那么白棋呢 这一般 这个是 完全是 一个就是 方天腹地的变化 由白棋实地 黑棋后世 变成这个黑棋实地 白棋后世 这个以后等于就是 这个我们可以看作 可以看作一个交换 那么等于就是说呢 呃 黑棋虽然啊 把实地 把白棋的实地都变成 黑棋的实地 但是我们一眼望去 就知道 这个白棋外围啊 实在是太厚了 实在是太厚了 这个变化呢 黑棋呢 也是明显不行 那么 我贴的时候啊 你黑棋如果跳 这时候 这个针子就没了 黑棋 白棋呢 就可以打吃了 虽然黑棋还可以顽强地长 这个白棋就不用爬了 你接着跳 这里面收气 呃 吃 本身很累 如果你不收气 这边又要爬 要爬很多个二路 比如说这边爬完二路以后呢 黑棋还可以 白棋还可以利用 上面黑棋没火 继续通过攻击他呢 以后甚至于来说 逼迫这个 呃 黑棋在底下收气 黑棋在底下收气 而且这个 角上呢 本身来说 你要杀他的话 他这个白棋斑章 也要变成这个仙手 也要变成仙手 所以白棋的余味啊 可以说是非常多 非常多 这个结果呢 也是呢 黑棋的 不行的下方 啊 所以说 呃 他打了反击以后 面对这个黑棋 这个断啊 白棋呢 有有这个 仿贴的 这个好的下方 啊 有这个仿贴的 好的下方 结果呢 还是这个 呃 黑棋呢 不成立 不成立 因为这毕竟被 先被白棋拔两朵花 这个稍微还是 就损失呢 太大 那么通过了解 这些变化了解以后呢 就知道了 这个黑棋啊 在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这个 二路防打 是不行的 那么也只能仗上 只能形成了 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结果 就是说呢 呃 黑棋这个拖 呃 白棋利用这个 呃 仿击啊 就是说 呃 损失一点点木树呢 留下些味道 同时呢 抢得了一个宝贵的鲜手 白棋 结果是不错的 好 本期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呃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作为职业棋手 每个人都有让自己铭心刻骨的关键棋局 这局棋或许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或是自己一生中引以为骄傲的胜利 或许是自己迷茫中重获信心的转折点 它值得让棋手珍藏心底 更值得从记忆中翻译出来